早上大家 歡迎到時當貓TV 我是Alan 我現在在做早餐吃麥皮 之前我有一條影片說我膽固唇膏 很多觀眾在下面留言 很多觀眾PM我 建議我吃麥皮 所以我有聽大家的意見 我現在每一天都會吃麥皮 早餐大概吃了兩三個星期 吃街格的熱麥片 我很懶 我之前那晚把熱麥片 60克的熱麥片浸了牛奶 第二天再加香蕉、乾果 開心果 每天都吃60克 因為研究說每天吃60克 有助於降低膽固唇和心血管疾病 儘管看看有沒有用 可能吃多一兩個星期就會去炎血 看看會不會有幫助 除了我吃麥皮之外 很多觀眾都建議我做超慢跑 我都有聽大家的意見 現在和Joyce都每晚一邊看劇 開著冷氣一邊兩邊做超慢跑 即180個BPM那個 我自己覺得是蠻好的 因為運動量真的不算很大 但是會出汗 你的心跳會加速 而且是很輕鬆的 你是很簡單 看完劇就做完 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我自己就大概跑一個小時左右 Joyce就可能短一點了 Joyce跑完之後 她都說她身體好了 睡得好了 她之前早上起床的時候都很多談 她說自從跑到超慢跑之後 早上起床的時候 是沒有再有痰 除了超慢跑之外 我還有做其他鍛鍊肌肉的運動 即使看下吃麥皮和做超慢跑 對於我的膽固醇有沒有幫助 我可能過兩個星期就會嚴血 到時再跟大家分享 昨天我與Joyce在林口 終於其中吃到一間香港人開的Bunch 就是《Charles》 即是《Bubba Ben》那首歌 我吃了《 Egg Benedict》 我吃了《烟肉》 Joyce吃了《三文鱼》 我也觉得挺好吃的 如果大家经开临口都可以去支持一下 二百多元左右也不太贵 在三个口袋旁边 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 昨天吃饭的时候就遇到老闆娘 老闆娘很骚扰 她认识很多香港人 她跟我们分享了很多香港人 现在在台湾的情况 她发现还有很多香港人 很努力地在台湾生活 很尽力地为申请定居证打拼 更多祝福仍然在台湾生活的香港人 生活愉快 成功申请定居 其实移民真的很难 很多事情需要适应 会有很多忧虑和担心 因为会面对很多不确定性 就好像现在移民加拿大的香港人 申请PR的时候被卡关 情况有点像两年前台湾的情况 有点像台湾两年前的 审批速度很慢 听闻有些人申请了两年都未批 也不知道在等什么 也要求保件 最惨的就是因为申请时间这么长 她的Visa过了期 而她突然之间 因为Visa过了期就不能上班 她完全断了她的生计 所以现在加拿大群组的香港人 受运惨 但听闻这个情况 好像已经解决了 希望成功解决了 可以继续借上班赚钱 慢慢等PR批进来 其实我和Joyce在移民之前 也有预计过这些不确定性 我们也有预计过 PR的审批会越来越严格 越来越慢 听闻现在日本也是这样 不知道将来英国会不会是这样的 希望不会了 希望移民到海外的香港人 都顺利得到当地的PR 除了那些蓝丝和那3万人之外 VPN是虚拟私人网络的价称 可以帮助你更安全丝密地上网 它可以隐藏你的IP 加密户联马使用的流量 客户就没那么容易追踪 和盗取到你的个人资料 Surfshark是一个CleanWeb的功能 可以帮你阻挡广告 追踪器 恶意怨体和网络钓鱼 除了可以保障上网安全之外 你继续用VPN来转地区看剧或网络 Surfshark是唯一一个VPN 在全球100个国家都有伺服器 而且它是无限使用设备的 就是你全屋所有设备 都可以用同一个账户去用 现在用我们的 Promo Code 士道貓TV 订购两年的VPN计划 就会有额外4个月的使用期限 还有还有30日的免费退款保证 如果有兴趣用的话 Infobox 有条连续 按进去登记就可以了 虽然有PR和没有PR 可能在生活上是没什么大分别 就像在台湾 你有身份证和没有身份证 可能生活是没什么大分别的 但我觉得有了身份之后 是有不同的 你会更加有归属感 有安全感 你会更加敢在这里 尽力去生活 譬如你会更加敢加大 你的生意的投资 你会敢在这里置业 你会敢在那里生孩子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身份的时候 只要你有少少机会 会被人赶走的话 你一定要为自己扭一条喉咙 你不敢在那里泡烟 所以我觉得 心态上是会有少少分别的 其实我自己 我喜欢看 移民到海外的香港人的一些影片 特别是他们家里的开箱影片 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工作环境 因为我很想知道 究竟香港人移民到外地 究竟是怎样生活的 和香港有什么分别的呢 我觉得这件事很值得记录下来 就像以前寻找他乡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节目 看过这个节目的人 应该是有些年纪 但我很喜欢看这类的影片 我最近有些忽发奇想 不如拍在台湾生活的香港人的 家里开箱 的铺铛开箱 的工作开箱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 真的很值得记录下来 其实我拍YouTube的原因 都是因为想记录自己移民的生活 如果住台湾的香港人看到这条影片 而你又不介意开箱你的家 开箱你的铺铛 或者你的工作的话 都可以PM我们 在IG 在Facebook也可以 如果我们觉得适合的 我们就来你家 或者来你店 去拍一条影片 去和大家分享 你在台湾的生活 但事先声明 因为我们两个 时间和能力都有限 如果真的很多人找我们的话 应该就不会的 如果真的很多人找我们的话 我们就可能要筛选一些 适合的才可以来拍 有时看YouTuber的影片下方的留言 香港人都很明和很厉害 譬如他们分享他们的生活 可能是不太如意 想回流 下面很多香港人留言 去笑他、骂他 我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怎样 我的影片下方是比较少的 有时我看我的影片下方的留言 台湾人到我们的留言 比香港人对香港人的留言更友善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 我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真实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同感 既然现在香港人在流散各地 我们更加需要互相支持和帮助 而不是像一盘散沙 互相嘲笑和骂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可以留言按赞订阅 特别扣大家订阅 因为我的目标是想达到10万订阅 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按订阅的按钮 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